这一晚 黑师闯入张海端家里 杀了他和他的儿子张仁凤 爹 混乱中 黑师杀手细语 将罗魔遗体夺走 然后神秘失踪 三个月后 黑师发出江湖追杀令 悬赏细语的向上人头 最后 来 只要把细雨的人头 带到洛阳大明府通合钱庄 黑石将放上黄金五万两 五万两 细雨身上的八十万两白铃 且慢 那他手上的罗摩衣体归谁 江湖规矩 衣体谁到手就是谁的 你黑石势力再大了 我们也不怕 衣体一旦落到我们手上 那就是我们的